跟隨美國的腳步 歐盟執委會宣布 對大陸電動車課徵反補貼稅 以反制大陸政府 對電池和電動車產業的過度補貼 傷害歐盟本地車業的競爭力 比亞迪將被加徵17.4% 吉利汽車20% 上汽集團38.1%幅度最高 目前歐盟對各國進口車的 一般關稅稅率是10% 此舉將使大陸電動車出口 歐盟的關稅成本增加到 27.4%到48.1% 不到一個月前 美國政府在率先提高 對大陸電動車的關稅到100% 6月上旬土耳其宣布 對大陸進口車加徵40%的關稅 如今歐盟跟進 加徵幅度還高於預期 對此大陸商業部和外交部 都予以譴責揚言報復 這次決策主要由 法國和西班牙主導 德國瑞典和匈牙利表態反對 德國總理交思批評 這只會讓物價更高 人民更窮 鮑馬集團直指著 阻礙歐洲車企發展 傷害歐洲自身利益 而其他工業國集團G7 將在意大利登場 預計這將成為關注議題 而美國媒體報導 美國可能進一步加強限制 防範大陸取得人工智慧 AI晶片技術 同時對向俄羅斯出口 半導體的實體展開擴大制裁 目標直指大陸企業 記者綜合報導